各位好呀,今天要玩的游戏是玻璃舞会 是一个美术风格脱胎语Art Deco 装饰风艺术,还有彩绘玻璃的评图游戏 玩法呢也非常的直接,就是评图 但是呢由于题材还算比较独特 然后音乐和画面都很解压 推荐给喜欢玩评图的休闲玩家 一边玩一边就聊点体会话 彩绘玻璃的历史非常悠久 最早可以结束到埃及罗马时期 人们已经开始用彩绘玻璃制造一些小的装饰物 而彩绘玻璃窗则是从中世纪开始 广泛应用在欧洲各地的教堂里 当然也有极少极少的彩绘玻璃窗 是用在富裕家庭或者是公共建筑里 彩绘玻璃的颜色是来自于 玻璃烧制过程中加入的不同氧化金属 大家也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 叙事使不识字的民众也能读懂宗教信仰和故事 也是为了在昏暗的教堂内部制造出如梦死患的神兰范围 烘托神神的威严 随着日光的变化玻璃化床上的人物 叙叙如生就会营造出一种天国的景象 16世纪随着新教的崛起 人们开始反对装点神圣的主题 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傲慢和迷信的体现 导致大量中世纪的艺术作品被摧毁 彩绘玻璃的空翼甚至在英国一度断绝 直到法国大革命期间 也有不少的彩绘玻璃被砸毁 接着时间来到19世纪 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 英国开始重燃对哥特建筑的Tribble 大量的教堂被翻新 对彩绘玻璃的需求也水涨船高 二十世纪随着新艺术阿和陆沃风潮的发迹 大量艺术家受到自然界的启发 开始将一些植物的元素 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 同时日本服饰会版画中 跟西洋古典绘画所相对的 对那种对立体感的摒弃 他又对平面的重视 以及曲线轮廓线的运用 都给了这些艺术家很多启发 他们纷纷将这些元素 应用到了自己的作品里 那我们现在终于要讲到 这个装饰风艺术了 因为这个装饰风艺术 主要也是源自于新艺术的发展 在1925年的夏天 巴黎举办了一场名为 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的展览 邀请了很多兼具艺术和 现代性的创作者 还有一些产品的制造商 你光从这个标题也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这个风潮是将 技术还有艺术的一种结合 然后开始拥抱现代科技 这场展览也标志着 现代科技的诞生 这个展会呢 原定是1915年举行 但随着战争的爆发 开始往后推 接着又有一些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 最后这个展会 足足被退后了十年 一战之后的法国也是百废戴新 所以这个展览对他们来说 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 如何在机械化工业的风潮下 保持法国的领先地位 使这种优势能够转弯为 商业的优势 是他们的核心议题 法国当时也是正在巩固在 非洲还有亚洲的殖民地位 所以呢 所以在他所展出的展品中 也融入了很多亚非拉的元素 主要是勉强一些精英的客户群 而也是出于战争刚刚结束的原因 德国被这个展会拒之门外 装饰艺术风格 虽然是从这个展会开始发迹的 但是当这个 但是在当时这个时间点 其实装饰风格并没有完全的定型 在展会里出现的很多作品 其实也跟装饰风格是背道而驰的 美国当时也没有参战 而装饰风格其实最后是在美国得到了发扬光大 当时出名的俄罗斯结构主义艺术家亚历山大 罗德琴克只言不讳的批评 展览中悬木奢华的陈列 在当时的经济压力下简直不到的 对他来说展会中展出的东西都很丑 除了除了这个他们自己的俄罗斯馆 还有他自己的苏维埃工人俱乐部 这是前苏联第一次参加国际展会 然后从他们的作品里也显示出一种 与法国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 法国的批评家其实也对这个展览颇有微词 说这些设计师和建筑师拜金 而且缺乏对现代生活的实际需求的理解 这次展览里还有一个和其他的展馆 展品格格不入的就是著名的瑞士建筑师 勒科布西耶 他做的一个新精神馆 在这个新精神馆里面 他就阐述了自己的一个关于现代城市的理念 是一种纯粹功能性和理性的生活方式的例子 科布呢也是对这个展会批评最激烈的人之一 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书 叫今日的装饰艺术进行批判 我们也知道现代主义建筑主要源于一种 左派精英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立场 它的主旨是服务大众 尤其是中下阶层工人阶层 他们会强调摒弃装饰 还有这个功能性的美学 相关的主要法则主要是 一功能决定形式 然后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少就是多 所以啊 他跟这个装饰艺术延续那种 为赞助人服务的传统 还是非常争风相对的 要知道这个展会上 大出风头的参展者 同时也是赞助商 有不少这个巴黎大百货公司的巨头 他们的设计对象 都是富裕的上层阶级 用料尽致昂贵 强调优雅 当时去参观的人 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 但是甚至是这些中产阶级 都无法负担得起 当时的大部分的展品 有批评者指出 展会的艺术成就非常的平庸 他们说大部分的展品 都是过去风格的流线型 或者是集合化的版本 毫无创新 跟四分之一个设计前的东西 没什么差别 所以就是说客齐嘛 客齐主要就是廉价的物品 加装拥有更高的价值 既是经济意味上的 也是艺术丛面上的 直白来说 就是服务一些 有一定的预算的有钱人 他们向往的那种 割舍不掉的 贵族的奢华的这种情节 小了这么多 可能你们会觉得我 不喜欢装饰风格 其实其实也没有 因为之前也主要都是 食人牙会复述一下 当时各个方面各个业内大脑 大老对这个风格的一些批判 然后还有概括什么的 个人来说的话 个人来说的话 我还是挺喜欢的 可能因为我是个俗人吗 要不然我也不会在这拼图了对吧 好题外话差不多差不多讲这就就 没有货可以拖了 那接下来就完全的拼图了 很好吃 那么在这边 那还没有货币 你看到我 好题 可以拼图了 然后再来 坐在这边 那边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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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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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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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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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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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